嗨,我是KK哦 所以这个视频呢,是跟你分享三个习惯 造就了我在23岁的时候 就变成了BNK 然后这三个习惯非常重要 尤其是最后一个,第三个 因为它可以改变你命运 我分享这个视频主要就是 让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稍走更多的冤枉路 在四年前的我 我也是一个在银行上班的一个普通人 然后我不是富二代 我也是一个来自贫穷的家庭 一开始呢,我就是去创业 慢慢慢慢在第二年的时候 就赚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所以你也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你要有一个方法 还有策略 所以我就在这个视频 告诉你 怎样从零开始做到这些东西 所以第一个习惯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习惯 你就是要去写下你们的目标 写下来,你们现在有了什么目标 比如讲赚多少钱 你要住什么屋子 你要买什么车 这些东西你要感想 才会实现 在大学的时期的 我也是这样子去做的 就是我写下 我一定要赚一千万 可是我不懂我几时会做到 可是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做到 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下来了 慢慢慢慢真的实现了 所以你们在镜头前面的朋友 一定要去写下你们的目标 不要看小生的写下你的目标 写下你的目标的过后 每一天都看你的目标 想象着你已经达到了 不是想要这样做到的 是想象着你已经做到了 因为这个你的潜意识 你已经懂 你已经是Million A了 所以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你的心动 就变成你的Million A了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这个习惯 每天起床 过后呢 看你的目标 想象你自己已经是Million A了 因为你的思维很重要 因为你的思维会影响你的心动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写下的目标 然后我们要想象我们已经达到了 比如讲你想象着你已经有Million 你想象着你坐着你的Grim Car Fararly 你坐着这边 所以你要去想象写下你的目标 写下几时会达成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第二个习惯就是 你要选对渠道 选对行业 在过去的四年 在我还没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是在银行打工的 我知道在银行打工不是我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我发现到我的兴趣是在网络营销 因为我懂网络营销到 未来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决定了 创业 逃离我们的公司 离职了 过后就从零开始创业 没有人卖 没有任何的资金 可是只是有一个绝食 做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去选择一个渠道的话 或者是项目的话 你一定要选择是有趋势的 我会建议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要创业的话 要亲自创业 因为来到了这个年代呢 普通人也是可以创业的 你不用再像你爸爸妈妈的年代 你要去买机器 不需要人了 现在是讲究的是清资产 就是这样 不用请员工 也是可以创业的 通过你们的技巧 技能 因为网上有非常多方法 所以如果你想创业 可是不知道要怎样创业的话 我有一个项目是非常好的 就是把你的知识 技能 爱好 变成一个网客 就很像4年前的我 我也是把我的 Facebook Marketing 这些知识 变成了一个网客 然后销售给全世界的人 所以 为什么你可以看我一个人开始做 就可以做到非常好的成绩 因为我用的东西就叫清资产 你不用很大量的员工 你的业绩 也可以去到很高 因为我们就是刚刚这个趋势 用我们的技术 让我们有更多的客户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创业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项目就是 创网客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你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去报名我们这个培训板 普通人也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4年前的我 我也是选择了这个项目 做到这个东西 就是把你的爱好知识体呢 变成一个网客 即使你不懂要做什么网客 也是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我们会告诉你 这样找出你要做的网客出来 然后你可以去学习 LINE类的知识 然后变成一个网客 所以选择项目是非常重要 因为好的项目呢 它可以很快的 帮你赚到你的第一桶金 如果你还在做传统的生意 就比较慢了 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趋势了 现在的趋势就是网络 所以你一定要上网络 来帮你赚很多的钱 然后同时帮到更多的人 所以选择项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第三个习惯是什么 就是延迟快乐 什么是延迟快乐 今天我们的大脑呢 是被外来的东西刺激很多了 比如讲玩电话啊 玩社交媒体啊 这些东西呢 都会刺激我们的短暂的快乐 所以如果你想和别人不一样 你就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讲我的话 我在我大学时期创业的时期呢 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每天都是熬夜到三四点 没有去讲 然后就是去做着我创业这些东西 所以我牺牲了那种玩乐的时间啊 打游戏的时间啊 然后把我的精力挖在我的事业上面 所以造出了今天的成绩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有 延迟快乐 然后非常专注你做这个东西 这样你才会成功 想象一下有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 一个人他还有24小时在工作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会吃喝玩乐 但是呢你想象一下这两个人啊 谁会得到更好的成绩 当然是这个全神投入在他的事业上面的人 因为这个人的话 还没有了时间更多 所以他得到的成绩一定会更好的 只要他选对相应的话 所以我不是告诉你 你一定要全神投入在你的事业 我是想告诉你 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如果你真的选择你要不一样的一个生活 你要赚更多的钱 帮助更多人你的梦想很大的话 你一定要去专注在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不是说你不能去吃喝玩乐 只是今天你要对你的选择负责任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延迟快乐 别人在玩耍的时候你去读书 别人在玩耍的时候你去做工 所以你会得到的成绩也是不一样 这是一定的 因为世界上是公平的 每个人都有24小时 只是你只要去善用20小时 取决了你的未来 因为你现在做的事 会影响你 然后到那个生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1Million它只是一个数字罢了 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一个个人成长 个人的突破 然后为社会做了什么 因为我们寻求的就是帮助更多人 通过我们的技能 技巧 知识 因为今天你想赚更多的钱的话 你就要知道怎样帮助更多人 因为你赚的钱就代表着你给的价值 所以就像阿里巴巴这样 今天我们就是去为社会服务 我们要想怎样去帮助更多人 而不是想着自己怎样去赚更多的钱 只有这样你思维 你才会变得更成功 所以 钱只是一个工具 让你达成你的目标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做这个东西是什么 为了什么而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讲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更多人 达到成功 通过online 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司目标 通过我们这个vision 帮助更多的人 成功在网上上面 尤其是创业家 企业家 还有更多的年轻人 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 我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